我來關心的是 今天有新郊在老廚社庫基板食安在家 首領健康食譜的發表會 總共60項的美美家教 都是王殿李和老處理的婆婆媽媽DIY來製作 符合當時的營養輸給 今天頭身體特別化身中泡塞 和來賓當秋作香蕉蝦 美美的營養更能延緩老化 今天頭身體化身成為中泡塞 帶領到現場來賓當秋作香蕉蝦 透過簡單的幾個步驟 就完成一項美美的料理 這實在當中的香蕉蝦 因為呼喚到營養素吃可以幫助到 細胞少年化 延伴到軟化的速度 同意市政府25號發表 食安在家熟齡健康食譜 因為新郊和同意市營養素公會合作 帶領到王殿李和老處理的婆婆媽 DIY來製作到安心健康餐 各種精華出版性設 和民眾來分享 這個六四個健康食譜 有一個特色 就是三滴一膏 三滴就是低醣 低鈴 低鈴就是低鹽的意思 低油 就是不要那麼多油 才不會胖 以及一膏就是膏纖維 如果你能夠把握這個三滴一膏 低醣 低油 低鈴 以及能夠多纖維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產生慢性病 那這六四道看起來都是這樣 而且都很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裡把它推出來 給我們視頻出的參考 人生經濟設定期 身體的代謝的變賣 也讓各種的萬聖節 慢慢來出現 營養素特別提供 只要在煮料理的時候 將整個小伙伴 可以讓最年級的民眾 吃到安全又更健康 那如果說是因為一個老化的關係 然後比如說我們煮腳上面有一些困難 那我們就大概就是要煮的比較容易 有牙口困難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像蔬菜可以悶爛一點 但是悶爛的蔬菜又沒有什麼營養 所以我們大概就會偏向於就是 天生就比較容易煮軟化的 像瓜類的東西 這樣他們也不要忘記 還有五穀類啊 飯也是避免說只有吃白飯 所以那個五穀類啊 先浸泡啊草莓啊 那些都是很好的纖維子來源 那這樣纖維子來源 不只是我們獲得而已 它是在幫預防癌症跟養生 還有就是減少一些 可能腸胃道的一些疾病上面 增強免疫力上 他們都是非常重要的 威德高麗市民主導 放得更多的健康治療 民眾只要報名 在九月三十個禮拜六 上午九點到十一點 在無法教人工聽說基板的心靈雞湯鋼 鋼澤 活動在後面到立場港 正想到健康十一步 未來也要留守在健康 之前活動當中來發授 希望可以協助更多的民眾 來建立健康的健康飲食觀念 作為在家裡 輕鬆來做出營養健康餐 照顧家裡的人健康 細心新聞 通知民王秀三 剛議期 蔡宏博德